你們是說進度還是那個? 進度,我們都先講進度 進度 是不是講到第四頁? 第三頁,第四頁那邊 我這個簡單的先來跟同學複習一下 我們上次學的東西好不好 來,那個同學看這邊 趙先生有幫我拍嗎? 來,看我這邊 我們術以現在學這個概念 Limit 當n b進 無限大的時候 an 等於 好,大a好了 請問同學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東西的意思就是 當這個n怎麼樣?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無限大是一個無限增大的概念 這個an跟這個大a 他們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短 越來越靠近 而且這種靠近是什麼樣的靠近? 不是一般的理解 就有說我們對靠近是兩個字對不對? 大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 我們講的靠近是什麼樣的靠近? 你要多靠近就可以多靠近 用數學的語言來寫的話就是這樣 這個an 減掉大a的絕對值會怎麼樣? 會趨近於0 他們之間的差距會逐漸縮小 你要它多接近就有多接近 當這個n很大的時候 當n很大的時候 逼漸無限大的時候 來你把這個東西寫上去好不好 這個簡單的寫一下 知道我們最近在學什麼東西? 它就無限的趨近於某一個定值 那這個數列跟這個定值跟這個時數的差距可以怎麼樣? 這個差距可以任意小 你要它多小都可以翻到 只要你的n夠大 這樣有聽懂嗎? 那麼這個數字這個大a 就稱為這個數列的什麼東西? 這就稱為叫什麼? 叫做這個數列的極限啊 好不好? 我們上次應該大概有介紹到極限的基本想法 對不對? 好的 有這個想法其實已經夠了 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實際做題目 帶同學來點列一下 我看看喔 你們翻的話 請翻到第五頁 哈囉 請翻到第五頁 我們直接來看隨堂練習的題目 這個隨堂練習有好幾題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那個第五頁上面喔 他說請你求出各無窮數列的極限 來第一小題 同學你跟著我寫喔 我們課堂上的筆記 我們也算成績好不好 來Limit 當nB進無限大的時候 他要問什麼東西呢? 他要問N平方分之1 他的最終形象 他最終有沒有一直不斷的去靠近某個數字呢? 我可以很老實的告訴同學喔 我們在高中的階段 你知道我們怎麼去得到這個答案嗎? 我們是猜的 我們是猜的 只是說你到了大學的時候 你要對你的猜測去做驗證 你要去證明它 但是高中生這裡全部都是用猜的 那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我猜的答案是對還是錯? 來我告訴你喔 來看這邊 你先N等 N趨近無限大嗎? 我們先從第一個數字開始 N等於1帶進去會得到誰? 會得到1分之1對不對? 這是不是他的第一項 來求你 N等於2帶進去他的第二項是誰? 4分之1 對4分之1 來寫一下囉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必要寫這個過程的話 我們就這樣寫 N等於3帶進去會得到誰? 3的平方分之1就是9分之1 來我們寫到第四項 4帶進去會得到4的平方分之1就是16分之1 好點點點 來請問你喔 如果我N帶100的話 你告訴我你會得到誰? 100的平方是誰? 1萬 很好 分之1 點點點 好那現在請問同學 你覺得當這個N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數字這個數列它有沒有一種傾向? 你有沒有感受到它在數列上 它在那個數線上越來越靠近某一個數字 你覺得那個數字是誰?你猜猜看 0 0對不對 它跟0之間的差距是不是可以任意的縮小? 你要多靠近就可以多靠近 只要這個N夠大 所以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就是0 當然請注意喔 我們高中在寫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是猜的對不對 猜測它的最終傾向 來 就是0 這樣好不好 當然你可以很直觀的想 N很大的時候 比如說100萬的平方分之1 分子是1啊 分母越來越大對不對 所以它最後是不是會越來越接近0 這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我這樣教沒有很快對不對 應該很簡單 來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問Limit 如果 當N 畢竟無限大的時候 1 減掉1 它的極限存不存在呢? 它是收斂還是發散? 如果它是收斂 極限存在 那它的極限是多少? 對不對? 它就是問這個問題嘛 好 那現在同學你告訴我 初學者怎麼做這個題目 其實很簡單 你把它的數字寫出來 然後問你 N代1的時候 你會得到第一項是誰? 1減掉多少? 1分之1 對不對? N代2的時候 你會得到1減掉多少? 2分之1 對 2分之1 我們這邊就是感受 然後去猜測 N等於3的時候 你會得到1減1分之1 然後點點點 比如說 N等於100的時候 你會得到誰呢? 1減掉1分之1 OK 來寫一下喔 那同學應該開始有一點感覺喔 隨著這個N越來越大 你減的這個數字 它越來越靠近誰? 1分之1啊 2分之1啊 3分之1啊 你減掉的那個數字 越來越靠近誰? 越來越靠近0 對不對? 它整體會越來越靠近誰? 它整體會越來越靠近V喔 對不對? 你每次都減掉一個數字嘛 可是你減的那個數字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列 它有一個最終的傾向 它的最終的傾向是誰? 就是1 對不對? 它會跟1越來越靠近 這樣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對不對? 是不是非常簡單? 好 這是我們第二題喔 好 我們數理這樣教同學應該沒有理解嘛 對不對? 好的 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題 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喔 來 請問你 N等於1的時候 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誰? N等於1的時候 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誰? 就是說-5 N等於2的時候 這個數列的第二項也是-5 N等於3也是-5 不管N等於多少 它都是-5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列? 不管N多少 它都是同一個數字 這個叫什麼數列? 這叫常數數列 寫一下吧 這個叫常數數列 高中生應該很容易看出來喔 你覺得一個常數數列啊 它有沒有一個傾向 它越來越靠近誰? 它越來越靠近誰? 其實它根本就不會動對不對? 所以當N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覺得它會跑到哪裡去? 就是它自己啊 是不是很合理? 對不對? 它跟自己的差距 會小於你任何給定的誤差嗎? 你的誤差給的多麼小 它跟你猜測的那個答案的差距是0啊 你誤差給的多麼小 它都可以突破你的誤差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上次講的極限的定義 對不對? 不管你誤差給的多小 只要這個N夠大 你猜測的那個數字 跟你這個數列 所得到的那個值 相景取決對值 都會小於你給的那個誤差 這個就是極限的定義嘛 所以你告訴我 這是什麼數列? 這是個收列的數列喔 答案就是-5 這樣問題超簡單的對不對? 來看一下 考試能不能考這東西? 可以吧 可以考這東西 來那我們現在有請同學看到課本第五頁 課本第五頁下面的文字敘述非常重要 同學你要仔細看喔 他說 然而 並非所有的無窮數列都有極限 來畫起來 不是所有的無窮數列都有極限 譬如說 他這裡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數列叫做誰? 叫做2N加1 這個數列 它就沒有極限 為什麼呢? 來請同學看這邊喔 這邊我會交慢一點喔 來請問你Limit 當N 逼近無限大的時候 2N加1 好 我先問同學喔 2N加1是一個很有名的數列 你知道這個叫什麼數列嗎? 不知道喔 如果你不知道我先寫出來 你再回答我好不好? 來請問你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誰? N代1啊 第一項是誰? 3啊 來N代2 第二項是誰? 5 第二項是5喔 N代3 326 加1 7 來再來 N代4 428 加1 9 你有沒有發現 35G91 請問你 這種數列 你應該從國中就有學過了 數列那麼多種 但是這是叫做出名字的一種 特殊長相的數列 這叫什麼數列? 奇數數列嗎? 不是吧 什麼數列? 等差數列 等差數列 漂亮啦 來嚇一下 這樣好不好? 這叫做等差數列 前後兩項有固定的間隔嗎? 這叫做等差數列 對 對 我沒有教得很快喔 這樣講 你聽懂對不對? 那這個等差數列 請問你 它的公差是多少? 2 對 對啊 公差不是2嗎? 後項前項是一個定值 那你告訴我 怎麼樣可以很快看出公差 公差看哪裡? 看這個n前面的這個係數啊 這個2你把它空起來 這個就是它的公差 n每增加1它是不是就跳兩個單位? n增加1它就跳兩個單位嗎? 所以2n加1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嗎? 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公差是正的 你覺得它會不會收斂? 所謂的收斂就是說 當n很大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靠近某個數字 你想嘛 3 5 7 9 11 13 15 17 19 一直下去 它有沒有越來越靠近某個數字? 沒有 它發生什麼事了? 它爆掉了 爆掉代表說 它最終的傾向是誰? 發散 叫做無限大 它最終會一直奔向無限大 你沒有辦法設定一個天花板給它 你的天花板如果設100萬 這個n只要夠大 就會突破你那個天花板 所以它會一直往無限大奔馳過去 對不對? 所以這種 這個東西叫什麼? 來你告訴我 這個數列它有沒有收斂? 它沒有收斂 沒有收斂叫做什麼? 叫做發散 發散的話代表這一題答案根本就怎麼樣? 你就寫不存在 好不好? 那當然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答案可不可以寫 感覺無限大 有一些 學數學的老師 他會比較不喜歡這樣的寫法 因為在我們的數學系統裡面 無限大大部分不被認為是一個數字 那你說這個東西它叫做無限大 有些老師會覺得 這樣子好像不太嚴謹的講法 我個人是不太在乎 你寫無限大我知道你的意思 好不好? 那你寫不存在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來這是第一個例子 仔細聽到我這樣教應該沒有很快 再來看課本第二個例子 他說5減3n 來Limit 按V減無限大 5減掉3n 來問同學 5減3n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列? 你說老師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沒關係 把他們一項找出來 n等於1 5減3是多少? 講話講話 2 他第一項是2 來 n代2 5減6是多少? -1 水 n代3 339 5減9 -4 對不對 寫出來就看出規律了 n代4 3減12 5減12是負多少? 夫妻 好 我寫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不好 然後同學 來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什麼數列? 就等差數列 對不對 這也是等差數列啊 寫一下嘛 等差嘛 前後向有一個固定的差距 這個是等差數列喔 我都照著課本教 課本你懂 OK 那我左邊問你 他的公差是多少? 負3 欸 水 來 下等公差是負3 所以你告訴我 公差看哪裡? 看n前面這個數字喔 n前面這個係數負3 是不是就是他的公差 對不對 n每增加1 他就減3 每增加1他就減3 對不對 一直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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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問你喔 當你的n很大的時候 他一直不斷減3 他最終的傾向是神秘 你告訴我 他最終的傾向是神秘 他會一直負下去 負到你難以想像 所以他最終會奔向哪裡? 你說要說出你的那個字 那個叫什麼? 負無限大 對 負無限大 負無限小 欸 我跟你講喔 仔細聽喔 負無限大跟無限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喔 我覺得有同學講到一個微積分裡面 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東西 欸 這不簡單喔 這個沒想到在高中就有學生可以提出這個概念喔 欸 不一樣喔 負無限大代表負的很多很多很多對不對 負100萬負1000萬負1億對不對 你要負多少就負多少 那請問你無限小是什麼概念 無限小就是他很接近你 你要他多小他就有多小 你懂他概念嗎 所以負無限大跟無限小這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不要混用這兩個講法 好 所以你告訴我這個極限怎麼樣 這極限是不存在的 他沒有地板 這個你不管地板設什麼 他至少都會突破你的地板 這個極限不存在 或者你說他是個發散的一個樹裂 或者你就寫負無限大 我個人是不太在乎啦 你這樣寫我也是可以 我這邊再補充一個東西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公差是正的 他最後一定爆掉 一定發散 公差是負的 你每次都減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減一個減一個數字對不對 他是不是越加 他是不是越來越小對不對 所以最後一定也是爆掉到負無限大 那公差如果是0呢 公差有三種情況啊 正的負的跟0 公差是0是什麼情況 你告訴我 公差是0 代表他是一個什麼數列 對 我就寫在這邊啊 公差是0啊 你每次都加0加0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加0了 你知道嗎 這最近疫情都有起來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如果情況不好的話 搞不好過一兩個禮拜 我們又 就要再加0 上訪課 要珍惜我們還能寫黑板的時候 每次都加0對不對 所以這是個常數數列 請問你 常數數列是收斂還是發散 他是收斂的 這時候你的公差是多少 你的公差是0喔 所以常數數列他是收斂的 有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來 那我們看課本 大家一起看喔 仔細看喔 觀察發現 我現在在講第五頁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2N加1的值會越來越大 5-3N的值會越來越小 他們都不會趨近於一個定值 還有我上次舉的那個例子 負1的N次方 他的值一下子是1 一下子是負1 左右跳來跳去 也不會趨近一個定值 以上三個數列 都叫什麼數列 八三數列畫起來 這樣聽懂嗎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呢 如果覺得很簡單的話 我們第一堂課的進度就先到這邊 可以嗎 我們就講一點進度 講一點複習這樣可以嗎 來那現在請你把Q仔模考拿出來 我們來講複習 等一下第二堂也是先講一點進度 再搭配一點複習 這樣好不好 你們覺得這樣可以嗎 如果覺得授課的那個順序什麼的 可以改變 要跟我說喔 我可以配合你們 我是想說先講一點進度 然後再搭配複習 上次那個Q仔模考你們回去有沒有做 上次那個Q仔模考你們回去有沒有做 我們上次我們頒講到第1題 第4題講完了嗎 第4題講完了嗎 非常好 來那我們這節課至少要把第5題講完 哈囉 請你把模考題拿出來 這模考題 這個 你看我們要印出來 來裝訂給同學 這個都要花時間喔 希望同學要好好珍惜喔 好不好 這個題目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這個題目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仔細聽喔 我認為這個題目是個 算相當不錯的一個題目 他說 有一個實驗有九件血液樣本 那我們有時候在做檢驗的時候 我們可能發明一種技術 對不對 他的技術是這樣喔 我們把這九個血液樣本 混合成一個樣本 我們只要做一次檢驗 那他這邊有個假設 來你把它換起來 每一件血液樣本 呈現陽性的機率是0.1 好不好 所以來你可以把它寫上去 來一件樣本 這個我考試的時候 我會習慣把它的敘述 就是用數學符號 或者用文字又或者表格 把它呈現出來 不然有時候文字敘述那麼攏長 對不對 看完整個看完 我都不知道前面在講什麼了 所以看到一部分 可能就先記錄一下 每一個寫意樣本 呈現陽性的機率 來寫上去喔 不是陽性就是什麼性 陰性 陰性嘛 來那寫機率 陽性的機率是多少 看一下 0.1 好 那陰性的機率當然就是多少 0.9 對不對 他這個假設應該是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繼續看題目 他說這九個合併的樣本對不對 只要有一個是呈現陽性反應 那麼你混合的樣本 也會是陽性反應 那這個時候 然後你再看喔 當混合的樣本是陰性反應的時候 你只要檢驗一次就好 哇很省錢對不對 對不對 你把它合併之後 結果檢驗一次發現是陰性 好了 安全啊對不對 都OK 就好像快篩一樣陰性 這九件就過關 全部過關 但是他跟你說喔 如果你混合的樣本 檢驗之後是陽性反應 不好意思 你這九件要給我全部拿出來 我要一個一個再重新檢查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變成要做幾次檢驗 要做十次喔 你第一次要做合併樣本對不對 結果發現合併樣本是陽性 那陽性就不行 我們就要把九件樣本拆開 每一個樣本重新再做一次檢驗 所以這時候要做幾次檢驗 要做十次 做十次就比較累了對不對 好 那現在按照這樣的一個規則 就好像我們做快篩的規則嗎 他說這九件協議樣本 這一題要問什麼東西 檢驗次數的期望值 來你把它畫起來 他問檢驗次數的期望值 你們還記得什麼是期望值嗎 來檢驗次數 如果你忘記什麼是期望值喔 你可能要回去看一下高一下應該是第七章的地方喔 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期望值到底它的定義是什麼對不對 不然你看他說他要求期望值 結果你看期望值是什麼 我不知道期望值那這一題做個屁喔 來這個期望值就是 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們做隨機實驗會有一個樣本空間對不對 然後我們根據我們的目的 我們會把樣本空間把它切割 切割就是會切成很多塊拼圖 然後每一塊拼圖都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都會有一個機率 這都是一個事件對不對 那你只要把對應的機率跟他產生的值 乘起來然後再全部相加 這個就是期望值 那詳細的內容我現在沒有辦法講 因為這個講下去就沒完沒了 你要回去看一下以前的課本 來那我問你喔 我們這個題目檢驗次數總共有幾種情況 你先回答我 我們XX取的值有幾種情況 現在是沒有人要理我的嗎 我們9件合併樣本去做檢驗去做跨栖 我們做的檢驗次數有幾種情況 只有兩種 第一種是做幾次 一次 一次啊 一次啊做一次啊 對不對一次啊 你做出來也是陽性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二總共要做幾次 十次 十次 對不對 所以來要做十次 那我們這一題其實快結束了 你只要把這個機率算起來 乘一乘加一加就是答案囉 來我這樣講你聽到嗎 好 那我現在這樣講 來 九件樣本 欸 都這樣的話我拍這邊喔 這邊我拍到喔 好來 欸 九件樣本 我們有過關跟不過關對不對 過關的話就是全部都陰性 來寫一下齁 全音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種情況是非全音 對吧 我這樣寫應該沒有錯 我們當然希望他一次就過關嘛 對不對 那請問你一次就過關的機率是多少 欸 一件樣本陰性的機率是009 九件樣本都是陰性的機率是多少 非常好 來 009的九次方 這個有沒有學過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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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齁 知道齁 來那我問你非全音呢 就是說裡面有陽性的情況 就是怎麼樣用全部的機率是1 去扣掉什麼 對 0.9的九次方 是不是這樣 最倒楣的就是遇到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就變成你等一下每一件還要拆開來做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機率提進去囉 來 請你告訴我 檢驗一次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0.9的九次方 來這一個就寫0.9的九次方 我覺得這一題不錯喔 然後檢驗十次的機率是什麼 就是這種情況 1-0.9的九次方 好 期望值怎麼辦 你一定要知道期望值怎麼辦 期望值就是把他的值乘上對應的機率再加一加 1乘上0.9的九次方 跟著寫齁 你們寫這個過程一定要清楚齁 再加上10乘上1-0.9的九次方 這個整理一下應該就有這一題的答案了吧 這個打開是誰呢 這裡10乘以1所以這裡有個10 然後這裡有一個0.9的九次方 這裡減10個0.9的九次方 所以要減掉幾個 減掉9個0.9的九次方 有沒有這個選項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10減掉9倍的0.9的九次方 有 哪一個選項 第4個選項 第4個選項 本題答案應選4 懂不懂 本題答案應該要選第4個選項 看一下齁 這題目不錯齁 還行吧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可以的話 那我要講下一題 先研究一下 先研究一下 我們這個沒有什麼 複習也沒有什麼進度的壓力 就是看你要做到什麼程度這樣而已 來看一下哪個問題 我覺得這一題不錯齁 這一題不錯 接下來我要講第6題 這個第6題我個人也很喜歡 我個人也很喜歡 我覺得這種題目都應該蠻接近 就是 學測會考的題目 不管數A數B 這個都是可以考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第6題 給他三個讚 他說 他說 F 是一個首相係數為正的二次函數 畫起來 看到第一句話 請你告訴我 你心中想到什麼東西 一個二次函數 如果他領導係數是正的 代表這個二次函數 他的圖形 二次函數的圖形是什麼 拋物線 領導係數是正的 代表他開口朝 朝上對不對 所以你心中就想說 有一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對不對 好然後 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通過10跟20這兩個點 那你是可以先把圖畫出來嗎 來 我們先畫圖好不好 有沒有幫助不知道 但是有圖形可以幫助我們思考 這個拋物線 通過1.0 還有2.0 開口朝上 所以他長什麼樣子呢 長這個樣子 來 跟我一起畫圖 做小鬼快點 這樣吧 就是這樣 Y等於Fx對不對 Y等於Fx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來繼續看 這個題目其實不會很長 他說現在把這個圖形 往右移動一個單位 把這個傢伙怎麼樣 往右移動一個單位 又移動一個單位 會得到一個新的二次函數 叫做Y等於什麼東西 Y等於G of x 所以你猜這個題目在考什麼 這個題目他考的其中一個觀念 就是考圖形的平移嘛 對不對 來旁邊寫一個key 我以前應該有教過平移對不對 平移怎麼會沒教過呢 平移的口訣是什麼 來 寫一下喔 平移的口訣就是移多少 就減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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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雖然你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他的原理 原理要不要回去看課本 說句實在話 但是如果你說老實原理 其實好像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那個結論你常用的話 要記下來 移多少減多少 這什麼意思呢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往右移動一個單位 你只要把他的x改成多少 s-1就好了 我往右移1嘛 移動一個單位 你就把x改成多少 s-1 可是你說老實我不知道這個函數的長相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y等於f of x 這就是這一題比較神奇的地方 來看我這邊 他通過10 代表說1代進去他會是0 1代進去他會是0 代表說他一定有個一次因式叫做誰 你說啊 這很重要啊 他通過10啊 x等於1代進去 y會等於0喔 代表說這個傢伙他一定可以分解出一個一次因式叫做誰 s-1啊 你一定會有s-1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你1代進去會變成0不是嗎 所以你一定要有s-1啊 2代進去也會是0 所以你會有誰 s-2啊 可是請問你 你知道他前面的係數是誰嗎 你不知道 他前面的係數 你應該給他一個代號叫做 你們喜歡什麼代號 A 好 而且題目有講喔 這個A是一個什麼數 正數 正數 來下解A是個正數 沒有錯嘛 這個題目一開始就跟你說到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解這種類學測考慮 這個綜合觀念嘛 對不對 為什麼A大於0 因為題目說它是首相係數為正的二次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現在同學我問你 我要把這個東西往右移動一個單位 移多少就減多少 所以來Y會等於A的什麼東西 你要把X改成誰 s-1啊 然後你不要忘記喔 他後面本來就還有一個減1對不對 好 再乘上 然後這邊是X要改成s-1 然後這邊再減2 那我問個問題喔 如果是往左移動一個單位 你X要減掉多少 要變成減-1喔 對不對 因為左跟右是相反的嘛 往右是正 往左是負 往上是正 往下是負 對不對 我們以前不是這樣教嗎 移多少就減多少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Y等於G是誰呢 他叫做A乘上 X-1再-1 所以是X-多少 X-2 乘上X-1再-2 所以是X-多少 X-3 目前為止看起來還蠻順利的對不對 好 就先到這邊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問什麼 他說 現在我把這兩個二次函數把它加起來 F加上G 我把這兩個二次函數加起來 然後大於等於0 變成一個不等式 請你找出他的解 到底哪些X帶進去 會讓這個傢伙會大於等於0 你把那些X收集起來 告訴我他的範圍是哪一個選項 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題目我想 其實你做到這邊其實已經接近尾聲囉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吧 來看我這邊 F of x 我這樣加會不會太快 不會 不會喔 會不會太慢 我們要建立默契嘛 如果慢我可以變快 如果快我可以再慢一點 就我們調整一下 對不對 為同學的學測 來 這個是 就寫上去嘛 你考試也不要急 對不對 A S-1 然後這邊有一個S-2 加上G of x是誰 G of x是他 A S-2 S-3 好 那請問你 這兩個式子看做到這邊 你接下來會怎麼做 接下來怎麼處理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A 這裡有A 這裡有S-2 這裡有S-2 如果是我啦 其實我不知道同學會怎麼想 但是我看到他們有相同的東西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合併寫成一個式子嘛 所以我可以說 我會把誰提出來 把A還有S-2 把它怎麼樣 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前面這裡變 X-1 後面這裡是多少 X-3 這樣寫可以嗎 我這樣寫沒問題吧 兩個分開的式子嘛 我看他有共同的部分 把它提出來 讓它變成一個式子 這樣我等一下再處理問題 可能會簡單一點 然後我們再繼續寫 它會等於A乘上這個是S-2 後面這裡是誰 2S-4 來 2S-4 我寫慢一點 然後看到這邊 你看2S-4 其實我可以把誰提出來 可以把2提出來 所以這邊變2A乘上S-2 再乘上S-2 所以它會變成2A 在乘上S-2 的什麼東西 平方 哇 其實也不太容易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還行 好不容易做到這邊 然後他跟你說 如果這個東西要大於等於0 那到底哪一些X可以辦到呢 好 那現在同學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請問你喔 如果我把它切換成圖形的模式 X-2 你看它有兩個一次音式叫做 都叫S-2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說 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它跟A軸會有幾個焦點 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A是正的 你跟S軸的焦點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沒有焦點 這個叫沒有石根 一種是相切 這個叫有蟲根 一種是焦於兩點 看別是大於0 這是有一個相意兩石根 請問你我現在上面這個情況 是屬於沒有焦點還是焦一點還是焦兩點 是哪一種情況 是沒有焦點嗎 沒有焦點就是 我不管AX帶多少進去 它都不會等於0 它都碰不到S軸的不是嗎 可是你知道我AX帶多少進去 它就是0 大概2啊 對不對 而且2、2這兩個根 是不是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代表這個拋物線 跟S軸是什麼關係 相切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這是複習課 所以沒有辦法什麼東西都從頭講 所以你應該知道它土是長這樣 對吧 A是正的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這個點座標叫做誰 叫做2 0.0 對不對 2帶進去不是0嗎 那我問你啊 2的右邊 比2大的帶進去 你的Y是不是都是正的 你的函數值是不是都是正的 這一塊是正號區 比2小的帶進去 你的函數值也是正的 2帶進去剛好會檔於0 所以請問你 不管我的X是多少帶進去 他這個傢伙是不是永遠都會大於或檔於0 沒有錯 簡單來講 到底哪些X會讓這都不等吃成立 所有的時數 這一題當然是全體時數 所有的時數都可以 你切換成圖形去想也可以 或者有些人不喜歡用圖形去想 他直接用這個式子去看 來看我這邊 你看嘛 2帶進去是不是0 對 大於等於0 對啊 你如果不是2的話 減掉2就不是0 不是0你平方就會變成正的 A又是正的 正的成正的不就正的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從代數的角度去想 也不一定要切換成圖形去想 對不對 你愛怎麼想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一題答案要選哪一個選項呢 你看我議題都講很久了 來 這一題答案 有沒有全體時數這個選項 任意時數 來答案請選第五個選項 第六題 答案請選第五個選項 好 這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那 繼續 休息了 好 要休息了 累了是不是 幾分鐘 五分鐘 還有 不到五分鐘 剩三分鐘 好啦 第一節課先到這邊 大家辛苦了 謝謝子言 喔 OK OK satisfied